也是因為錢 不過只有區區兩千塊錢 嘉義縣這名男子呢 因為區區兩千塊的酒錢沒有付 結果這個店家找到他老婆來要錢 後來他老婆很生氣 要他罰跪 罰在家門口 而且一跪就跪了二十一個小時 在那個時候呢 鄰居路過的時候 他就假裝說是在擦門 或者在做運動 這個男主角事後他說 其實他真的不怕丟臉啦 是因為他真的做錯事了 現代版的訓夫妓就發生在 嘉義縣中浦鄉這個透天社區裡 林太太接到一封簡訊 說先生在一個月前欠了一條 兩千多塊錢的酒錢 要他處理 這才發現 老公居然和朋友 跑到有女士陪酒的歌友 會飲酒作樂 還奢賬 老婆大人一氣之下 要老公下跪 好好懺悔 而且還要跪給大家看 沒想到林先生真的就在家門口 給他跪下去 就連下雨也沒起來 一跪就是二十一點五個小時 才讓老婆大人息怒 買給我 我說老婆 這不是我錯的 我們做不到的一條都 給他跪就參與 沒啦 要嚇壞了啦 雖然說不丟臉 但鄰居經過時還是難免尷尬 林先生只好假裝插門 或是做運動 有 假假我難生就有啦 舊也會痠 要做一個小運動 處女家的表演反而問說 他要生什麼樣的 也有人認為這樣的行為 已經構成家暴 但男主角卻不這麼想 因為自己曾經喝酒出過世 知道老婆這麼做是為他好 經過這次之後 他也向老婆保證 再也不會出去外頭喝酒了 女士新聞 鄭榮文 嘉義縣報導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